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诗篇第四篇 嫌我唯一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容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前程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益的祭 又当倚靠 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辛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 结束了 下次还要记得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 拜拜 拜拜